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 来到11月30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陈伟聪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Jason 早晨Irene 美国季度GDP向上修订了 星期三美股个别发展 恒指产其实升到70点 高水过8点 稍后会问Jason如何看最新的美股 港股市况和焦点板块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研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稍后Jason便会解答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股反复道指曾经升162点 收市升13点 报35430点 标指和纳指曾经升大约0.7%至近1% 标指最终转跌4点 收报4550点 纳指亦倒跌23点 报14258点 美国第三季GDP增长向上修正 并且下调了通胀指标 增强投资者对联储局结束加息的预期 同时憧憬明年减息 10年期债息跌穿4.3水平 美匯指数持续走弱 跌穿103水平 资金流向债市等的避险资产 金价就一度升穿2,050美元水平 招点美股 Tesla先升后跌 收市跌1% Meta跌2% 苹果和亚马逊跌0.5% 另外通用汽车增派贵息 并且计划回购100亿美元的股份 刺激股价升超过9% 我们看看ADR和中概股的表现 美团至宣布90.34 比起本港收市价未跌0.1% 腾讯和阿里巴巴微升0.1%至0.2% 京东较港股升0.5% 而Bilibili美股在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较港股收市跌8% 另外拼多多ADR盘中市值一度超越了 亚马逊成为市场关注点 另外汇丰控股ADR至宣布59.36 比本港收市价低0.2% 现行跌1% 比亚迪升0.4% 接下来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期货暂时靠稳升82点高水140点 亚太区股市方面 看看亚太区股市今早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0.2% 日记平均指数33,253点跌67点 南韩市跌0.2% 澳洲市未跌5点 新加拿市轻轻靠稳升0.2%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期的情况 暂时指数是转定大变动不大 升至17点 先和Jason King谈谈外围的消息 因为美国昨晚也公布了经济数据 第三季GDP 之前有个初值的栏是4.9% 但今次的修正值是升5.2% 即比初值之余 亦比市场预期的更多 但消费者支出向下修正了 而核心PC的增幅也是向下修正 还有联储局也公布了核皮书 显示经济是放缓的 但现在市场仍然普遍 预期美国通胀会持续降温 经济应该可以软着陆 联储局加息也已经结束了 大家觉得 还有更衷劲 H&A很快会减息 这样的情况之后 经历了11月 美股一个很强的声势 究竟是否可以延续到12月 是的 这一段时间 美国数据出得相对弱了 当然你说今次第三季GDP修正值 5.2%都是比较高的 但这些都叫做过去值 因为始终你看回今次的数据 老实说 都是靠政府的开支 还有都是靠部分企业的商业投资 增长是好一点 但如果你看零售或消费者开支那边 其实就不是特别强的 还有这个都只是第三季 即截至9月份 如果你看到10月份 近日出一些最新的数据 其实普遍来说 都是有一些放缓的情况 例如你看到就业市场 看到PMI做业 或者可能前几天出新屋的销售等等 都是叫做有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所以现在很多譬如美联储的官员都预期 去到第四季 整个美国的GDP 特别在消费者开支那边 会有机会进一步是放活 除了你说一些经济面之外 通胀都重要 你说譬如好像去到今个星期五 出那个PCE 大家都预期可能会进一步是回落的 按月可能升得0.2% 这方面都可能会引证 就似乎美国方面再加息的空间 应该就不多了 但问题就是 现在为什么美股 估计过去这几个星期起势破顶 这样升回上来 大家就真的在炒减息 可能现在 看回Fatwatch那边的数据 可能预计下年会减息四次 所以可能第二季开始去减 这方面其实就跟美联储之前 出的那些点阵图 或者巴威尔说的那个说法 其实就挺不同的 因为看回美联储那边 其实都估计就算不加息也好 但是明年可能要去到第三季 才有机会减息 还有就算减 全年来说都是减50点 就是减两次 所以就跟市场 现在是有个多大的落差 但是就这么说 如果你说真的去到 下年年头 就开始要减息 那就是代表着美国 你说是不是真的去到 转着陆 一个软着陆 其实就有点矛盾 如果你说真的软着陆 就是代表着那些数据 就算下跌也好 不会一下子下跌得很急 那便便说 令到你的减息的需求 或者减息的必要性 亦都不会说短期里面 会显现到 但是如果你说市场一方面 又炒很早会减息 会减很多息 令美股升 那同一时间就觉得 经济又不会很差 可以是软着陆 又不会衰退 所以其实这方面 就存在一定的矛盾 如果你说真的要很早减息 那我自己有点担心 就说美国会不会在经济面上 下跌的速度 有机会会比较快呢 还有看过去的40年 很多数据都显示的 当你美联储 可能过去的两年加息 幅度是超过两厘的话 通常超过九成的 这些情况 第二年那个经济 都会出现一个衰退 只要你说衰退是一个很急剧衰退 或者说所谓一个轻微衰退 那这个就真的要看了 但是你说市场上 如就说在夏年经济 不会说很差 不会去到衰退 所以炒个美股上来 那当然你说这个预期 接下来有什么变化的 譬如你说 现在的数据出得来 不单说是弱 而是说比预期中是差更加多 令大家是担心 夏年的经济面 那到时对于美股来说 又可能会有些抑制 那所以你问我 这一排美股升 有少少都是一些资金 可能是继续找出路了 见很多市场都好像没什么气息 那美联储 或者美国有一些数据去炒 或者炒一下减息 炒一些业绩 那借个势就推高那个美股 那当然短期的momentum是强的 有机会可能再升多就不顶 那但是要小心一点 去到夏年一旦那个市场的预期 有少少改变的 炒回一个所谓 经济明显回落这个格局的话 那对美股来说 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 是明白 听Jason这样说 都怕美国可能已经过度 反映了一些利好的憧憬 万一到时 预期给大家这么差的话 就要小心都会有个调整 但是暂时短期都是看好的 是吧 短期的momentum是比较强的 那你说纳指啊标普这些 会不会进一步是破顶呢 那这个不出奇 因为当你momentum强一些资金 即逢高再要追突破的话 那有机会可能再试高位 那你说未来的高位距离 现在这个水平还可以差多远呢 那我相信未必有一个很大空间 那所以你说短线 就算当去再破顶也好 但是如果你说破顶那一刻才追 那就要留意一个所谓 即是高位一回的 未必说很多 那可能由高位回 过去那两个月都试过 回回可能10%的 那这方面就要考虑一下风险 那我自己衡量了 我承受力了 但是港股方面 大家可能有失望完又失望 那究竟去到什么时候呢 等一下会问Jason 怎样看港股 我们先总结一日港股上日的表现 那就是 昨天就期指揭选日 港股失守了17点 行指轻微高开之后 随即是转跌 下午之后 曾经跌了最多472点 都会见16881点 行指全日跌了360点 收报16993点 成交额增加到1301亿 科指跌2.3% 三部3910点 美团急错超过一成 二失守红底 成交额达到192亿 个股拖低了大市大约115点 就是相当于 昨天是近三分之一跌幅 阿里巴巴跌了超过2% 京东健康跌超过7% 金融股和内房股都收额 看北水盘路 港股失守万七关 北水连续两日走资 昨天正流出8亿2千万 个股方面 业绩之后急跌的美团 获得北水撑场 获得28亿8千万 中移动和中海油 分别录得2亿2千万 和1亿6千万的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北水大手股指数ETF 凝富基金和南方恒生科 ETF 分别走资29亿5千万 和5亿8千万 和Jason聊的港股 几乎触及今年低位 16,879点 不知今天会不会有短线反弹 还是要再次低位 如何看待我们下面 看着什么关键位 还有如果再看下个月 12月的市况 究竟有没有机会好转呢 或者大家一直都 充敬年尾 会不会有些分析厨窗的活动 还有来附近有些很重要的联储意识 就会有更明显的清晰点的指引 还有中央经济会议 会不会有些政策出台 你自己怎么看港股的走势 港股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近段是弱 还有最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明明这一段外围 刚刚说到 比如之前影响得港股比较多的 十年期债息 这段时间都有 就是之前最高5厘 就下回到现在都4.2厘多 下得都挺明显的 理论上 再加上人民币一个回升 对于港股整体的估值 应该是会有些帮助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近段很多 其他新兴市场的股市 都升得不错 因为当你美元弱回 当你的利率是回落 那些资金就自然要找些货去买 但是最惨的是 这一段时间 人家都升 但是港股零零射射射 都跟不上 对了 日文币升都跟不上 对了 这个是挺可惜的 因为以往那大半年 大家觉得港股跌 都可能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得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说这段时间 外围的因素很转返的 对港股都没有什么帮助 大家自然又再找其他问题 譬如你说内地本身 自身那些结构性的因素 譬如那些债务问题 内房方面那些问题 或者是那些经济数据 近日会不会还有机会 是一些放缓的情况 这些因素其实都还是令到资金 对港股来说 那个热情未必说太多 当然你说政策上不是没有的 过去这几个星期 譬如针对内房那些债务问题 都有不同的一些声音 譬如好像又说 央行那边 会用一万亿来去救市 又可能要求银行去帮些 帮抵押 内房商借钱给他们 买他们的债 但是大家又可能会想深一层 过去这些年多 其实内地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救助也好 或者是支持也好 其实是不少的 不断都在出的 如果你说说白名单这些 其实说在去年年尾 今年年头 都出过一层 但是大家就好像觉得 就算当时又所谓白名单 又所谓什么示范民企 突然来到最后 对于内房来说 那个违约的事件 或者压力 似乎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帮助 你说现在去到这一刻 又用一些比较旧的招数 甚至乎要银行 继续去支持他们的贷款也好 但是大家又可能想个问题 究竟对于银行体系来说 会不会有一个所谓传染性 就是会不会有内房的债务压力 如果那些银行真的要包底的 真的要无条件支持他们的 可能对于银行方面一些信贷成本 或者对于本身他们的资本 那个水平来说 可能都会有些影响 所以这方面就真的看来 现在在那个措施上面 真是落实的 怎样做 那我也都相信 不会说真的一刀切 要所有银行 要救了所有的内房企业 那我相信这个机会 就真的不高